才剛拆開泡麵碗 空河底部一個灰黑色遺物 拿出來仔細看 差點沒下歪 有點彎度灰灰的假片 一次是被剪下的指甲 竟然出現在麻辣鍋 泡麵杯裡 他一開始還想說 會不會是包裝物的東西 結果發現不是 那就是指甲 而且應該是小母子的指甲片 而且他就是內外層都有 而且是很髒很黑很噁心 然後他們就是連吃都不敢吃 這款紅色酸辣牛肉冬粉 撲火銅路熱銷 林先生買到的 明明保存期限也正常 打開後卻發現疑似指甲物 同樣去超商 實際買來拆封 打開上蓋 冬粉醬料包和配料 一個個拿出來 底層沒發現異物 但民眾就怕食物被污染 連吃都不敢吃 質疑連鎖麻辣鍋店出的商品 品管有很大問題 硬是要把責任 可能是推給超商的部分 對啊 因為他一直在問我說 店名是什麼 那銅爐是什麼 已經沒有勇氣再去開第二個東西了 相對的 他們對這個企業的信任度 我覺得也會大幅降低 結果前麻辣鍋業者沒回應 不過再看看這殘留在玩裡的東西 是不是指甲還得釐清 卻已經讓消費者滅火 品牌形象也大扣分 TVB 新聞 鍾銀 黃靖瑩 特別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